原本还有两周就要退休的杰克 却被自己修理好的飞行器追着殴打 只因身边坐着的这个女人 她叫小美 被杰克在一处废墟中发现 躺在休眠舱中的她被杰克带回了基地 不久小美便苏醒过来 看着维卡抓住杰克的手 不知为何露出一丝苦笑 为了弄清外星人为什么攻击人类 杰克帮助小美回到飞船寻找记录仪 很快在废墟中发现了 杰克刚要离开 结果却被外星人击倒 醒来的杰克发现自己被绑在了椅子上 然而发现所谓的外星人都是地球人 告诉他其实当初是人类败了 剩下的人类苟延残喘地躲在这里 利用特制的头盔还有变身器来躲避无人机的检测 如今搭载核武器的飞船还在 只是除了你 其他人类都识别不了 需要你开着无人机飞向空间站 结束这场战争 这时的杰克当然不同 正当想用小美威胁他的时候 警报响起 原来是维卡派出无人机找到了这里 这是人类从侧面绕过无人机的检测 对他发起攻击 紧接着长发男一发入魂 打中无人机的动力系统 成功让他失去平衡 这边摩根为了让杰克相信一切都是事实 把他的摩托车还给他 让他前去所谓的污染区寻找真相 一路骑行很快看到一座破败不堪的高楼 在这里杰克问起小美来这究竟什么目的 小美告诉他当初战争后 突然太空就出现了泰勒空间站 我们都是派去调查的 结果不知为何你与维卡被提前唤醒 此时杰克根本无法相信他所说的话 大声质问你究竟是谁 不如其来的结果让杰克不知所措 可随着小美拿出当初的求婚戒指 这让杰克被删除的记忆一点一点清晰 想起当初正是在这帝国大厦的顶端 自己向小美求婚并许下承诺 要亲手建造一个属于彼此的家园 正在这时维卡派来的飞船刚好看到一切 这次看到回来的杰克 极度新爆棚的他却没有开门 并上报了泰勒空间站 告诉泰勒他们不再是默契的搭档 这时大门却自己打开 杰克劝他跟着自己离开 告诉他泰勒空间站其实是外星人 一切都是假的 可是小美拒绝跟他离开 这时启动的无人机对着他们无差别攻击 首先击中了站在身前的维卡 转过头刚要对杰克攻击的时候 原来是小美用基地外的飞船击毁了无人机 二人赶紧驾驶飞船逃离 随着飞船的震动 发现三架无人机追来 果断飞向前方的机遇云 通过熟练的驾驶轻松躲过劈过来的闪电 却刚好劈中后方的无人机 坠落的无人机片刻之间恢复动力 杰克只好驾驶飞船飞向峡谷 躲进了瀑布的后面 看着眼前飞过的无人机 成功地绕到他们的后面 准确地击毁了一架 这时另外一架选择近距离撞机 眼看前方越来越窄 训练有素的杰克稍微调整下姿态 就这么穿了过去 刚刚穿出霞捕的飞船 却被剩下的无人机撞进了污染区 飞船瞬间失去动力 危急时刻杰克冷静地掏出手枪 对准无人机直接一发入魂 结果失去动力的飞行器 还是撞向了他们 接着拧开逃生舱的拉手 随着成功地弹离飞船 顺利地降落到了地面 爬出逃生舱的杰克听到求救信号 赶紧跑到山坡上查看 刚好看到一架飞船飞了过来 由于准星破损 看不清那个人是谁 只好一边呼喊一边告诉那个人危险 结果当他看到眼前的人类 杰克瞬间就懵了